各界關注台北市長蔣灣安上任後首次致議會進行施政報告 在進行程序發言時 國民黨團書記長王欣宜便帶頭送上元氣飲品 以及提自虎敬為名做牛做馬的中堂 為蔣灣安加油打氣 號稱獎師的王世堅議員則是炮火全開 痛批市府團隊羅斯松了 並送上螺絲起子要獎師府拴緊螺絲 所以今天我担任蔣師對你上的第一堂課 送你的第一份禮物 要是一支螺絲起子 讓你放在市長市 提醒你要做好市長的第一步 要是拴緊螺絲 拴緊自己的螺絲 這支拴緊市府團隊的螺絲 這支螺絲其實很可愛喔 有六種不同的尺寸 可以拴緊不同的螺絲 民進黨團總召簡舒培 這一則是帶頭與民進黨議員高舉當選靠阿公 市政不用公 五感市長市政吊車委的牌子要蔣市府警惕 民眾黨團幹事長陳宥辰則要講完收心不要漫不經心 並準備黃珊珊提出的政策白皮書送給蔣萬安當市政參考書 既然這一本要敲柯文哲市府超七成 程序發言完畢後緊接著市長蔣萬安上台 從渡跟五件友善交通到安心育兒等方向 進行約30分鐘的實證報告 而我在參加第一次行政院會的時候 也第一個發言提出 未來基北北淘1200月票 也希望中央給予支持 也得到正面的回應 未來1200月票對四個縣市來講 不只是從城市成本 低碳有序 交通效益 以及通勤族負擔的減輕 都會有非常正面的幫助 對桃園金融市民來講 每天上下班 進到台北或新北的人數 四個縣市 一天通勤通學交通移動人口 就有135萬 不只是減輕通勤負擔 對台北市來講 達到低碳永續 朝向2051近零探盤的目標 這是必須要走的方向 而當我們提出來 基北北淘 我們公共運輸 交通公共平台 大家也達到了共識 中央也願意 對於包括台鐵 高鐵 客運 等中央管轄的運進 願意給予90%的補助 而對於台北市管轄的捷運 U-bike 公車 中央政府也願意給予50%的補助 所以最快在今年7月 就會正式實施上路 希望未來帶給台北市通勤族 更大的便利優惠 市長蔣萬安議會首秀 不僅是媒體關注焦點 民意代表與市民們也等著看 接下來市府會拿出什麼樣的成績單 記者臨期會台北報導 鬧 唔